嘿,大兄姐妹好,很高兴见到大家 虽然今天非常冷 听到我的声音都好了大概85%左右 还有15%,还要休息一下 我都不push自己这么多了 怎样也好,我们继续这个series 今次是第三讲 这个series是一些integration来的 我们试试去结合一下所谓一些 外面讲的一些行为心理学的insight 来看看圣经里面一些智慧文学 wisdom literature里面讲些什么 所以这个三部分的series 今天完结了 这个讲道的series就是叫做原子智慧 出自这本书叫做atomic habit 是一本很流行的书 在去年到近几年 是非常多人看的 其实我也没有留意 是Amanda叫我 不如你看看这本书 谁知道就对了 在这个年头的时候 我们可以思想一下 一些atomic habit 一些很小的习惯 如何帮助我们的生命去改变 去结合一下圣经里面的智慧文学 特别是proverbs 针言里面所说的 我们review一下在过去 两次我们曾经讲过一些原则 大家都记得了 这六个原则 1%的power 每一天你做1%的改变 365天之后 你有的效应是30多倍的效应 然后有这个想法的效应 就是每一次我们订立目标 或者做一些习惯的时候 我们订立一些incentives 或者disincentives 也可以帮助我们的 订立一个目标的时候 我们更加需要去明白 where and when 记得吗 specifix 一些很具体的东西 你要去定立的时候 就会更加容易去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 第四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 这个社群对我们的力量 第五就是那个default的power 预设的一种影响力 我们有一些习惯 我们先预设了 然后生命里面才会养成一些习惯 然后生命里面有一些效应 第六就是make it personal 越个人就越有效 这次我们看第七个principle 就是environment的principle 就是环境对于我们生命的改变是重要的 我记得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那时候那些电视也没有那么贬 那些CRT那些电视 大家有没有 家里有几部放在那里 不知道有风尘 我记得我们睡房里面 是有一部这样的电视 我是抛了上去墙上 你觉得好不好这个习惯 不行 很不行 他说我抛了上去 那时候是有趣 因为多了一部 不如抛去那里吧 但是那个环境 根本就是不帮助到你的 所以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拆过来 然后放在后面 就封尘 我们的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有些研究告诉我们 比如说你想on diet 就是不要吃那么多东西 你知道我们美国人吃很多东西 太多东西 对不对 这些研究告诉我们 如果你真的on diet 有什么的habit可以帮助到你的 就是每次吃饭之前 你喝两杯水 那你就自然没有吃那么多东西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你的环境是帮助到你的 很多年前 我们那些小孩小的时候 我们资格哥的人 有时候上去很多人 对不对 那些小孩小的时候 他们不会吃什么好东西 对不对 他们会吃什么 那我们就想了一个方案 就是先带他们去吃些包 然后先赚了他们 两元一个包 赚了他们 说好吃呀 蛋炭好吃呀 接着我们才去吃海鲜 结果他们就不用吃东西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环境对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有很大的影响 那另一边 就是想到另一边 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应该有什么的环境 以至我们能够去到更加容易做到 有些研究 就是其中一个 在波士顿有一间医院 那个医院的方案就是 希望能够鼓励那些员工 去到cafeteer的时候 他们就要吃一些健康的东西 salad 菜等等 那他们结果就做些什么呢 就只是把那个cafeteer的layout 那些水 那些水 一瓶瓶的水 就放在门口 最容易拿的地方 然后那些fountain drain 就是那些汽水 就放在最后最后 最难拿的地方 对不对 三个月之后 他们发现 员工喝水的比率 是多了25.8% 三个月之后 就是因为这个layout的缘故 然后那些soda或者汽水 就少了11.4% 就是那个环境上面的layout 就可以改变了人的习惯 in the same way 我们office 办公室 那些cafeteer都是一样的 公司的cafeteer 在那个breakout room那里 rather than 方便你在办公室的抬头的话 人的习惯就自然会改变 对不对 那个坏的地方就是 过去几年pandemic 每个人都work from home 对不对 你以为work from home很好 谁知道work from home 就多增幅 对不对 你没有东西做 口痕的时候 你又拿些薯片去吃一下 然后又拿些不无益的东西去吃一下 但是那个point就是 那个环境 surrounding 是会影响我们的 在浸言27章第17节 这里说 用铁磨铁 磨银越来 愈磨愈来 朋友当面磨磨 也是如此 什么意思 上文 如果你看看27章17节 之前 几节 是说关系 一些不良的关系 斟然常常告诉我 人生里面有很多 更多的关系要处理 也有一些不良的关系 不良的关系 会带来生命里面有危机 和试探 譬如一些人 他们的沟通是没有智慧的 或者开序人多 是称呼人少的 好争辩的人 他说这些人要远离 你画清楚boundary 然后27章第17节 他说什么呢 他说铁磨铁就越磨越利 一块铁 它本身是有价值的 但是如果这块铁和另外一块铁 一起相磨的时候 就会变成更加有价值 你要怎么加上它的 value 就是两块铁一起打磨的时候 有没有磨刀 有没有磨刀 越磨就越来 但是硬物与硬物在一起 去打磨的时候 就会使用那东西更加有价值 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 你的生命越来越跟其他人 去到打架道 其他生命里面有智慧的人 你的生命就会自然多智慧 希伯来文是很妙的 刀锋 刀锋 是什么字 blade of the sword blade of the knife 其实就是face of the knife the face of the knife 就是说那把刀的面 就是那个刀锋 所以他就下一句说什么 他说朋友应该当面的去剁毛 One sharpens the face of the other 就是大家都有刀锋的 我们就一定要彼此的去磨擦 face to face person to person 以至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加成熟 和有智慧的人 这个就是这个大的principle 就是我们身边的环境 会造成我们的影响 他就说you better 去hang out 或者surround你自己 更多一些有熟灵智慧的人 第七个principle 第八 就是habit stacking 或者habit bundling 这个concept都是一些很common sense的原则 就是说你本身已经有一些的习惯 是很成立了的习惯 你是不需要想的 大家都有的 今早起床你就一定拆牙了 you better 拆了牙 然后你有一些已经固定了的习惯 你想想你生命里面 其实一日24小时 经常都有这些习惯 我今天到上车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左脚都想找一个车去踩 原因就是因为我开了棍波车 所以我上了一辆自动车的时候 你那些不开了棍波车 你不知道你有第三个车 第三个车就要踩 第三个车就要踩 所以很多时候我上了一辆车的时候 为什么没东西踩 原来这是自动波 这个就是我们的second nature 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些establish了的habit 一些已经成立了的习惯 什么叫做习惯的堆叠呢 就是你要养成一个新的习惯的时候 把这个新的习惯 扣上一个已经成立了的习惯 那你就会更加容易一些 我记得上次问过大家 有没有用牙线 有没有 你怎么才会养成一个习惯 用牙线 你现在不会说 在睡前想起来 我们就会用牙线 測完牙就会用牙线 就这么简单 牙线放在哪里 就是放在你牙刷的地方 然后你就会养成一个新的习惯 这都是common sense 在prophets里面 针言里面 都有这样说 堆叠的习惯 4章20节 这个父亲就教那个儿子 他说 我而要留心听我的话 则已听我的言语 不要把它偏离你的眼目 要存在你的心里面 因为找到他们的 找到智慧或者智慧的言语的话 就找到生命了 你就得到全身的医治 你要保守你的心 盛过保守一切 因为生命的全员由心发出 针言头九章 一至九 都是introduction 说了很多很多东西 就是父亲叮咛他的儿女 就是圈导他 你初出茅路了 你没有智慧 不够智慧的 你就应该要学智慧 所以头九章 有些金句 比如这四章二十三节 你要保守你的心性 都保守一切 歌也是一唱 因为生命的源头 是由心发出的 等等等等 你会发现这些针言 或者智慧文学 都是一坨一坨这样去的 有A句有B句 每一节有A句有B句 有时有三句A B C 但都是一叠 一句叠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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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说流心听 你要流心听我的话 流心听 其实意思就是说 守望 如果你是士兵 你去到守城的话 你在城楼上 你做些什么 就是流心 流心听 流心听什么 就是有没有马匹的声音 有没有军队来的声音 有没有人来攻击你这个城市 好像士兵那样看守 然后他再叠上去的就是 执耳而听 然后第二节 他说不要偏离你的眼目 整天要在你的眼前 就是说将上帝的华语放在你的眼前 你才会养成这个习惯 不单止是这样 再叠上去的就是存寄在心里面 保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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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心里面 对吗? 最近的特殷姊妹 常常都说 说CD % interest rate 是高了 定期存款 存在心里就是这个意思 将它放在那里 你不要动它 留在你的心里面 以致你生命里面有更多属灵的习惯 找到智慧 就是找到心灵 并且你要去guard your heart 去到保守你的心 都是一叠一叠再一叠加上去 这个就是行为心理学里面讲的 就是习惯是需要堆叠上去 以成立了的习惯再加一些新的习惯上去 那你能够达到你的目标的机会率 就会高很多 我觉得以前读大学的时候 读大学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科我一定要读的 就是Chemistry 还记得是Chemistry 1B 整个学期里面有10个的考试 10个的测询 怎么知道第一次测询的时候 我去到上课的时候 我忘记了那天是测询 所以第一次测询的时候 我就空窗上阵 大概是一员 那结果就拿F 那我就说麻烦 这个是一定是先 vedgef 那不再 pocket 那还有九个测询 我就决定不如去daa 到去进去 尽力去做 于是每一次上课之后 我就立刻完了上课 我就会去图书馆 我就用一个多钟的时间 就是review一下 刚刚的课程里面 讲过的是什么 或者教授讲了的是什么 一个半钟而已 有很多其他的同班同学 他们就去咖啡店 或者回家 这个习惯很自然 因为你去咖啡店 你去咖啡店 可能你会觉得有更多时间 可以温暑 或者你回家 更多时间 三四个小时 挺好 我就立刻收拾完东西 就立刻去了图书馆 然后就review 刚刚那堂所说的 我就一天一天这样做 结果我之后那九个测验 我都是拿A的 结果全班最高分是我 其他人 他们开始拿了A的 反而最后拿不到A 这些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这些habit stacking habit bundling 回收就可以很大 对 智慧的文学 都是这样教我们 把你的习惯堆上去 如果你说你没有读经的习惯 如果你说没有祈祷的习惯 但是在三百多天之后 你所受的效益可能是很多很多很多倍 接着第九个principle 就是让改变使它吸引 就是让改变使它吸引 去到描述的改变 或者想起的改变 是用一些attractive的wording 或者一些吸引力的描述 以至于你觉得改变 是能够更加容易的 就是那些酒店的房间 很多时候要浪费很多资源 就是洗毛巾 对吧 因为你去完酒店 你抹完面 你的毛巾放在哪 那个时候就放在地下 放在地下 放在地下修房 你拿毛巾去洗 对吧 但是你抹到你的臉 你的臉都很干净 对吧 你这么大毛巾 你只是用一个很小的地方 对吧 但是你又要洗 所以花很多水 和花很多人力物力 来再洗毛巾 于是很多酒店 特别是美国 就希望能够去折省这些资源 所以在酒店里面 他们就发现有一些study 可以帮助人 来再用他的毛巾 结果在酒店里面 很多时候有一些这样的sign 那些sign 就是说 75%的旅客 都会reuse他们的towel 他们的towel 他们会reuse 然后你看到这些wording的时候 咦 是啊 我是不是那75%的人 有一个常规给你 然后你就会conform 你就会去跟随 就告诉你这个是保护环境 甚至save the planet 是不是很偉大 你用多一次毛巾就可以save the planet 多厉害 他就用这些wording 然后帮助人 去再reuse 再挂回那条毛巾 不是这样扔下去 地下 这都是common sense psychology behavioral psychology 在真言里面 同样是有些这样的东西 说到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 得到智慧的时候 是怎么去描述的呢 他说智慧为首 所以要获得智慧 要用你一切 生命里面的一切 来换取肃灵的智慧 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在上帝的生命里面 去到活出来 用一切来换取这些智慧 高举智慧 他就使你升高 拥抱智慧的 他就使你得到尊荣 他必将你恩惠的华官 加在你的头上 将荣面赐给你 叫你升高 叫你尊荣 叫你有恩典 恩惠的华官 好像做皇帝一样 有智慧的 是一些很好的描述 不仅是一些很好的描述 不仅是一些很好的描述 也都是一些真实的情况 一个有智慧的人 在上帝面前 就得到上帝给我们永远的尊荣 这些起来就是 make it attractive for you 我刚才说的 针言头九章是什么 是罪言 是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想做什么 就是希望推动你去追求智慧 去追求上帝给我们的 spiritual wisdom 去到赞你 去说一些好听的说话 告诉你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你就可以得到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得到这些东西 但你需要追求 在英国以前有一个很著名的 speech therapist 叫做Lina Rustin Lina Rustin 如果你想搜寻一下这个人 Lina Rustin R-U-S-T-I-N 是英国的一个 speech therapist 他专业医治的儿童 四五岁 有口疾的问题 有些孩子说话 可能说不了 或者发音发得不清楚等等 或者没有信心去说话 很多治疗师都是去做一些个人的事情 就是帮助小孩子 他如何发音 如何说表达做得好一些 如何呼吸等等 都是一些 individualistic的 therapy Lina Rustin 除了做这个事情之外 他就加多了一个规矩 加多了一个规则 他就说 见了整家人 小孩子的父母等等 全部人都见了他们 他就说 从今天开始 你在家里 就需要做一件事 每天都要做的 每个人都要做的 他就说每一个家人 必须每一天 都去赞另外一个家人 找些赞他 并且被赞的人 并且被赞的人 就要乐意接纳 那个赞样 要乐意接纳 不是我们说人 不要赞我 然后我们就踩下我们自己 是吧 我们最后应该是这样 Lina Rustin就说 所有的家人都要一起做 最初可能有些困难 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动力去做 但是你要养成这个习惯 就是说一些赞赏的说话 然后听到赞赏的说话的时候 你就需要说 接纳 多谢 必须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做 譬如妈咪 妈咪就说 John I love how you share with your brother I love how you share with your brother Good job John John就不可以说 我们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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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赞我 John就要说什么 Thanks I appreciate the comment It makes me happy Thanks mom Right 一天就是做这件事 就是纯粹说话上面做 Lina Rustin加了这件事 下去的时候 他就发现 这个可能是很简单的一些习惯 但却是 比那个有口吃 或者有口疾的孩子 就能够改变得更加快 很奇怪吧 因为Lina Rustin认为 一个人能够得到改变 一个口疾的儿童 能够改变到他 就是指着他有信心来沟通 这个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是整个家人的事 也不是单单家人这么简单 是有环境 去使他的改变更加有效的 但是他对他交换 建议 但是他有次随便 我现在在没有什么 是一个人要做的 这个就是一些 对他 的准备 这些东西 我们经常接触一些社区里面的家庭 特别是华人的家庭 有些小孩他们是不敢说话的 没有信心说话 并且说话是有口疾 因为我老婆在那里做的 所以我们经常在家里要听到这样的现象 知道这样的现象 因为华人家庭就是 你做得不好就顶着你 你做得好就可以了 不说任何事 你有口疾 你有口疾 就顶着你 顶着你没有口疾 我发现一些小孩和学生 变成了口疾更加厉害 沟通更加难 你知道这个小孩多烦 他每天都看着手机 他更加不懂得跟人家沟通 对吗 你生命要有智慧 你将来初出茅路的时候 你也要靠口吃 不只是牧师靠口吃 你也要跟人家沟通 跟老闆沟通 这就是那个环境问题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跟U-state partners 因为他们的Philosophy 就是觉得不只是学生来到 我们帮他击败所有功课 搞定所有功课 然后考试 考到最好的学校 最好的学校 因为那个目标教错了 对吗 目标教错了 我儿子今天常常说这句话 因为他在U-of-I 他进了U-of-I 那时候他在中学的时候 他进不了 他每个同学都想进那间 好一点的学校 所谓 他就一个人去了另一家学校 他说现在不是结果一样 那时候他进了好一点的学校 反而他进了差的大学 它是同样的 但是为什么他们的Philosophy 就是不只是一个学生的问题 也不是单单家长要帮忙 告诉家长 勸告那些家长 你除去你那些坏人家庭 那些坏习惯 养成一些新的好一点的习惯 是个家庭 和他公立学校 或者外面学校的那些老师 和他们补习的老师 是全国的环境一起来做的 否则你不会使到 那个人的生命 能够得到 这里所说的 Crown of Splendor 荣美的冠冕 有了智慧 成熟的一个生命 在申言里面 何方何上意 不是这样说的 当我们追求到智慧 擁抱到智慧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得到 一个有尊荣的生命 第十个原则 就是要确立个系统 而非确立个目标 这个听起来 有点counterintuitive 有点反常理 因为我们经常说 新年有什么目标 你减肥要减多少磅 等等 这不是问题 这个问题 不是要定立个目标 那么简单 目标好不好 不是需要 当然是需要的 但最重要的是 确立达到目标的系统 那个微小的习惯 很多不同微小的习惯 tiny habits 能够使你去到那个目标 如果你没有那些习惯 没有那些系统 你是绝对去不到的 我们看看这本书 我想说一段 是James Clear 在Atomic Habits里面所说的 他说成果和目标没有太大关系 他说 与我遵从的系统息息相关 目标有助于确立方向 但是系统是进步的最佳解答 如果花太多时间思考目标 他说 花太少时间来设计系统 就会浮现很多问题 每个奥运的选手都想奪金 有谁不想奪金 每个目标都一样 如果成功者和失败者 有着同样的目标 赢家和输家的差别 就不在于目标 因为每个都想奪金 为什么有些人奪金 有些人奪不到金 目标一直在那里 却直到他们执行了 持续追求微小改善的系统 才会产生生命里的成果 Does it make sense? 不只是定立目标这么简单 目标可能不帮到你 但是怎么去到目标中间的尾 就是要许一句 执行持续追求微小小改善的系统 这个更加更加重要 一步一步加上一些良好的习惯 你没有留意那些音乐家 他们练习的时候 他们练习的时候 他们当然有目标 但是他们总是有一些习惯 练习的 练习的都是练习的 然后一个大的乐章 他懂得分析哪里最难 哪里最有挑战性 要怎么去练习 每一次练习的时候 会有warm up等等 scale等等 都是一些很小的tiny habit 这些就是那个system 那个系统如何去推动它 能够在它的艺术上面 能够再进一步 我们的职业 甚至我们属灵的生命 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吧 属灵的生命都是一样的 十个的原则 也扣上去 《圣经》里面 《智慧文学》里面所说的 我讲过头九章 就是那个introduction 这个是当时 在白维的文化 有那个特色的地方 因为智慧这个字 wisdom这个字 是阴性的 是女性的名词 我们中文就没有这个 有很多其他语文 有分男性、中性和女性 阳性、阴性 智慧这个字 是阴性 是女性 所以在头九章 就用以人法的方法 去形容智慧 那个什么是智慧呢 就是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 我们可以叫做 lady wisdom 或者woman wisdom 但同样 另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就是和智慧相反的 就是使你生命中 大忙的 那个就是愚昧 女人 或者woman lady 所以在针眠里面 很奇怪 常常提到一个女人 对 但其实跟背景很有关 因为在说什么 父亲和初速茅庐的年轻人 跟他说 你生命里面 需要处世有智慧 对不对 有什么可以吸引到他 就是找一个女孩 对不对 他希望他找到一个什么女孩 就是有智慧的女孩 所以智慧就是以人法地 个人法地 你也可以描述他 什么叫做wisdom 就好像娶一个好的女子一样 你娶到一个好的女子 就使你生命里面 能够有很多很多的益存 所以在第九章 这个introduction 最后那章 他说什么呢 就有两个女子来说话 九章第一节 智慧建造自己的房屋 造成七根柱子 他宰杀了生口 然后有美酒 有盐食 他都猜派了几个 侍女出去 自己在城里面高处来呼喊 呼喊什么 就是那些想有智慧 没有智慧的那些年轻人 希望他能够被吸引 追求他 同样有另一个Lady 就是Lady Farley Lady Farley 都是在说同样一番说话 这里怎么描述他呢 十三十四节 愚昧的女子 圈阳 她是愚梦的 一无所知 坐在自己的家门口 在城里面的高处 的座位之上 她所说的东西 跟Lady Wisdom 说的东西 差不多是一样的 其实是两个的妖弱 两个的introduction 一个就是智慧婦人的邀请 另外一个就是余末的婦人的邀请 留意两个人 都是在城的高处 坐立的 那是什么意思 城里面的高处 山上面 高的地方 所有以前古代的城市 最高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就是圣殿 庙 无论是假神的庙 或者耶路撒冷的真神的庙 都是在山的高处 山的高处 所以这里在说什么呢 智慧其实就是上帝自己 上帝再呼唤我们 要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 另外一个lady valley 右边那个 woman valley 愚绝的生命 同样做同样的有力的呼喊 就叫你去到他的山上面 城的高处 这个代表什么 就代表假神 对 代表假神 两个的妖弱 就叫你选两个的生命 到底你选哪一个 你选智慧 上帝 上帝 敬拜上帝 还是你选的 是愚媒 假神 所以如果这么说 智慧文学 其实不是单单 说一些common sense 说生活 过得好 其实是说敬拜的心 说属灵的生命 到底生命真是忠于的 效忠于的是哪一个 你的生命就是应该要先 你都会敬拜 耶和 他在高处去呼喊 我们去回应 但愿我们的生命都是这样 无论你新的一年 你有什么纳志也好 没有纳志也好 都是需要做一些微小的熟灵的习惯 将上帝的道放在你面前 将上帝要你过的生活 圣经里面有的价值 事常放在你的面前 以至你有一些熟灵的习惯 是习惯去practice那样东西 习惯去实行我们的信仰 这个就是智慧的生命 这个就是敬拜神自己 我同心低头祈祷 希望我们的生命 是肖向着上帝 主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是智慧的源头 神你就是智慧 你也是爱和平安 你也是喜乐 主我们求你 让我们的生命 被你自己的恩恋去吸引 你坐在高处 主让我们被你吸引 来去敬拜你 以至我们的生命 是真的属于你的 主要求你来去检察 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 任何一个方位 是不是有些地方我们收藏 不愿意你来去掌管 主我们将到我们的罪 我们的原弱 我们再一次 呈献在你的面前 我们知道你知道所有的 求你来去洗净去洁净 主给我们一个纯洁的动机 来去追求智慧 追求生命里面 和你的关系 主让我们想起 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 的美食的习惯 让这些习惯能够带领我们 使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 更加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我们再一次多谢你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能够有十字架的狗人 我们能够成为神你的儿女 主我们在基督里面 就是一个身造的人 主将这个身造的心 赐给我们 以至我们每一天 我们的习惯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方式 去拥抱你 去追求你 愿意我们的教会 能够成为一个更有智慧的教会 愿意我们的教会 成为一个属性 生命更加壮健的群体 去荣耀神 我们祈祷冯主明 好 袁上帝恃福给各位 希望下个星期能够见到大家 大家